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我是李国庆 鲍威尔讲话,利有邦汇丰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片 全日恒指升了140点,收报25422点,成交相当活跃 今天期指结算日,成交大,有1652亿 今天港股一度上到最高的时候,是见过25749点 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这幅走势图 曾经在下午的时候,冲上去25700 那时形势大,可惜美市的时候,大概一个半钟左右 就回回,由升近500点,变成升得那84点 回回来,整体的形势,现在又变成交着 都是打横行隔局,这几天这样 全周来看,就是星期一的时候,裂口上升了之后 基本上保持在裂口之上那里增持 现在又没有转到淡,今天冲上去冲不到 表面来看又好像弱大,又没有说真的实质很弱的 因为整体的形势来说,现在都还是交着 市场都还要等,或者消化着鲍威尔的讲话 昨晚鲍威尔的讲话,其实一石击起千层浪 很重要的,现在跟大家逐点分析 看看对后市有什么影响,影响到什么股份 先讲个结论先,就是这次鲍威尔讲完之后 其实预期未来几年,不单止是到2021年底维持零息 随时是五年都可能会是零息 但是零息又不代表债息不升,因为他又讲到通胀 就是说债息有机会高一点,债息有机会,长期债息会高一点 这个市场利率维持在零,长期可能五年 那美元就会跌,那些资金就流出来,有机会利好新兴市场 所以今天A股都已经弹了上去了,那逐点逐点和大家分析 首先我们要知道鲍威尔昨晚讲什么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通胀的预期 那现在鲍威尔昨天就改了整个联储的通胀预期 原本通胀预期是说维持在2% 所以现在鲍威尔说,他可以给通胀有一段时间里面高过2% 平均值高过2%都可以的 那就是说意味着如果现在通胀升到去以上,以上没说多少 3,4,5,6,7,8,9,10都可以,一段时间了 就是通胀可以高,他希望通胀扯上去 那是意味着容许通胀上升,希望放多些水 令到那个通胀出现,经济复苏 其实这个容许通胀上升 就是暗示了联储局会继续放水 那他当然说明是会低息 现在市场的股价刚才说过了 是有整五年 对上一次其实呢,也是很久都没有加息的 09年之后呢,跟着有排都不加息 就是09两宽之后呢 那要去到多少呢?要去到一六那样 就是差不多七年的 所以这次如果真的出现五年零息呢 都一点都不奇怪 好了,那说完这些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美国十年期债息呢,冲了上去 昨晚呢,升穿了头肩底颈线的 今天再升多一些,现在0.7687来,接近0.8来 那你见到这个正在做头肩底 那这一日,六月十六号高位,是大概0.78厘 那今天呢,其实也是去到0.79厘 那这些水平的了,如果再冲上去的话呢 就要挑战0.95厘那样 这个9五几,96厘,六月五号,这个水平 那现在他说,可以容许通胀上升 市场立即有个反应 那你这都是头肩底来的嘛 由这一度呢,冲上去,是有机会上去 0.9几,一厘这些,都不出奇的喔 有机会冲上去 好了,那债息上去,即是债价跌啦 那些人就会沽些债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维持长期低利率呢 就利淡美元,那所以美汇指数呢 就又走回低些喔,跌了0.5% 去回92.5这个水平 92呢,上次呢,挨近92边呢 差点想跌穿的嘛,不排除会跌穿的喔 不过这样,虽然美汇指数呢,还没跌穿92 但是美元兑人民币呢,穿了下去的啦 下去的啦,就是向下是美元跌,人民币升 那人民币已经升到上去多少呢 6.87水平的啦,人民币向好的 那人民币向好,所以今天呢 A股呢,就做得不错的喔 以深正成分股指数来看,升2.3%的喔 挑战三角形顶部的哈 啊,重要的,下个星期一 看看有没有机会升穿这个三角形顶部 今天我们不是分析A股为主 所以不是讲那么多A股先 那我当然个人当然是希望它升穿啦 估计都会升穿啦,因为人民币现在升了嘛 美汇指数呢,我是担心它是会跌穿92的 跌穿92,那因为刚才讲过啦,为什么会这样啊 就因为我已经见得到人民币已经先率先升穿嘛 那些资金率先走去这个中国嘛 好了,那如果真是美汇指数会跌穿92的资金 继续由美国流出去新兴市场的话 那就会继续利好新兴市场啦 那利好最利好是什么呢 就是,咦,债息上了去喔 最利好就是那些外面那些金融股 因为金融股呢,它利息,就是债息上去 它回报又高了一点啦 因为很多都是持有美国的那些债券的嘛 食息的,那但是那些资金又流了出来 那就利好那些股份,因为会买它的股价嘛 那所以今天见到呢,你见到友邦呢 今天升成4个percent 最高位呢,见过81个半 收市是80.65 81个半呢,其实呢,就是7月7号这个高位 当时的高位80个8 那今天收市价呢,就还没升穿 但是即使是曾经升穿过的喔 所以呢,你见到,咦,可能挑战 今天呢,收市价未破到顶啊,曾经破过 这个有机会冲上去,是吧 连好弱好弱的汇丰 真是再讲一次,重要的说话讲三次 就是好弱好弱好弱的汇丰 哎,今天都有得弹一下 啊,弹一点点啦 昨天都还是死死地的那样 今天弹2个percent的喔 收回34分那样 那这只呢,不是首选的 讲过的啦,其实这一陣 哎,汇丰你真的这么弱 你如果买那些什么 科技股呢,即是汇丰科技股 我没跟大家讲过的 逐步逐步汇丰 你如果当你科技股尝到甜头 你就肯沽汇丰的啦,是吧 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啦 那,你看,继续在保持弱势的喔 但是那些科技股就继续保持强势 是吧 那,换马过去 都是逐步逐步 虽然现在呢 债息有机会升 它有机会反弹 但我觉得反弹是时候 真的出货的 换马过去啦 那,喂 不是喔 债息会不会长期高一点 那你来看呢 会高一点 因为它现在 联储说容许通胀可以升超2个percent 是吧 容许那现在又炒一炒 炒一炒 炒一炒 那美债 即是沽美债 令到债息上 但是这样啦 虽然头肩底 有机会短期的 就是冲上来 但我估计冲 都不会太多的 因爲什麽呢 因爲 因为 长期低息 长期低利率 如果你的债息上到去 有回 即是现在又高一些 去到0.9啊 0.9 又会有很多资金 拥有去买债的 因爲什麽呢 说容许通胀上 其实通胀真的有一排都不上的 很难上的 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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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看日本 其实放水放得很紧 它都没什麽通胀的 很难的 那它说到是容许而已 不是代表真的会真 即时就会有通胀出现 相反 它容许通胀上 就是为了要长期低息 和大幅放水铺路 所以美匯指数跌的那些是真的 美匯指数呢 刚才看过了 下跌 有机会再下去的 那当然了 美匯指数跌 大家知道 金价那些有机会 又是冲上去 是吧 那人民币率先就先升了 啊 一直这样上 那有利人民币资产 是吧 所以呢 A股呢 又上去准备破亭 港股今天冲过上去的原因 都是这样的 当然 今天又冲上去又压 又下回 哎呀 美股是这样好 A股都不差 港股自己特别弱 就是 整天都是政治因素 诸如此类那些 不多说了 是这样的了 香港继续都是以科网股为主 这样冲上去 这样的 虽然今天都是有些冲高回落 不过 就是形势上高呢 其实都是科网股那里为主的 虽然今天呢 就是有利一些 有帮啊 匯豐一些金融股 就是因为刚才说过 那麽多原因 不过你要知道这些可能是 辅助的 最主要呢 都是科网股那边 那科网股 今天腾讯跌回3% 当然啦 今天你知道又是那些 期指结算那些问题 今天 压住它 那下午 直接 就是 跌回少少 下来 10多元 3% 那 压住 那 整体而言 整体而言呢 你见得到呢 现在它都是 打横行 就没有什么 真是转弱的 而 倾向上高 都是想市冲上去的 今天市冲过啦 我和大家说 就是 我自己都是乐观点 希望它冲到上去的 那今天市冲过 收市 升得不多 没办法啦 等下个礼拜 我觉得资金呢 就开始 就在美匯那里 会流出来 是流进去人民币资产那里 那看下个礼拜呢 A股 是不是可以 破顶上去 我自己主观 是 希望它破到上去 也都估计它破上去 那应该可以 带动港股的 那 短期来看 有邦这些 正在冲上去 如果金融股呢 以这个有邦 较为看好 汇丰呢 我就觉得如果它反弹呢 例如 去回三十六 或以上 这些呢 就是一个换马的机会来的 好了 时间关系 今天分析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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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